我是贝尔小浪 我的飞机意外失势 坠入大海 幸运的是我活了下来 我要带这片海域生存下去 哎呀实在睡不下去了 辉哥这被子味道太浓了 一股子臭袜子味 而且还吵 也不知道他这是多久没晒被子了 今天的天气不错 太阳都老高了 时间还早 拖出去给他晒晒 嘿 这床还挺沉 看样子是用高级鲨鱼皮制作的 我托 就这吧 这里的阳光比较不错 太阳的温度 可以有效灭纱被子上的真菌 顺便还能散散味 又喝 还有个水池 看着外形像是洗澡的地方 这小日子过了不赖呀 自从留到荒岛以后 我还没有真正洗过澡呢 正好可以 下水好好洗的洗的 哇 好舒服 清凉的水浮过全身 让我感觉就像 有人在给我全身按摩一样 疲惫也以扫而空啊 这水是淡水 我天 这原来是个淡水池 不知道灰哥是怎么搞出来的 太奢侈了吧 嗯 我可以顺便喝两口 解解渴 昨天 我光顾着找灰哥人了 还没来得及好好看他的地盘 这是 崭新的炼油机 这么多 还有三座微熄灭的火炉 我总感觉灰哥会回来 否则这些东西不会这样的 哇塞 好多箱子 这得捞了多少沉船呀 摆放的整整齐齐 井井有条 不愧是新一代的冒险家呀 太专业了 这些箱子看看就好 没有经过他的允许 我是不会碰他这些东西的 总感觉他还会回来 去外面看看吧 这里是武器库 我的天呀 比我的武器库强大了不知多少倍 看看这精致时髦 这么多 我的天呀 得有数百上千根了 看来他在冒险的时候 也会遇到危险 否则不会耗费这么多资源 来打到这么多武器了 希望他此次出行 不要出事 嗯 这应该是洞口 被灰哥用砖块堵上了 感觉像是在故意防御 大门紧锁根本打不开 这还放了夹子 他是不是在防范某些生物 又或者是人 不好 我得去看看海王号去 还在门外停着呢 吼 吓了我一跳 还好还好 还在 先把它停到海港里吧 感觉那样会安全一些 海王号可是我的重要交通工具 千万不能有事 否则我出海就很不方便了 我去 钢口有点小 进不去啊 算了 就这样吧 我的燃油已经不多了 如果一直等不到回哥回来 我也不能一直待在这里一辈子 他这里的资源 全部都开发完了 也无法建造风火台 我也提前准备出海的燃油 这都种了什么乱七八糟的植物啊 连个土豆田都没有 只有土豆可以熬炼燃油 他不应该不知道呀 再看后边 优贺 这里有一窝 太好了 嗯 怎么还有 我的天 什么情况 这么诡异 还是说这土地有问题 这土豆真是量产呀 一株就产了这么多 我的天呀 这什么种植技术 产量这么高 这难道是黑土地 看这土地的颜色 八成就是黑土地了 我可以先给它种上几窝 OK 全部种上了 尝尝好吃不 嗯 久违的味道 香脆可口 真心不错 剩下的就拿来炼油 放上土豆 添上柴 我搓搓搓搓搓 搞定 等着就行了 其实这些黑土地 这样量产开发 一点都不好 最后会影响植物的生长周期 也会间接破坏这里的生态 不过 我有办法 给它们试试肥 嘿嘿 刚出炉的 灰哥黄鸡变 呃 好臭啊 这种变变 其实是最好的天然肥料 将肥料适于土壤中 可以提高肥力 增加作物产量 改善作物品质 呃 太臭了 不行 我需要憋一口气 赶紧弄完 呼 终于搞定了 接下来再浇点水就行了 太阳就快落山了 先把晒了一天的床搬回去 再准备今天的晚餐吧 灰哥的岛上 大多是植物水果 也就是素的 这样 很不利于我的腿肠恢复 但是 只能凑合了 我等了一天 灰哥还是没有回来 不知道是不是 去其他地方冒险了 还是 已经回家了 哎 只能待等等看了 晚安了 我相信明天会更好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GO 做完